各位好,港股半日收了市 先看看我今早中段 在经济通的Wallin豪情的专栏中 写了一段文章 大家可以在我的梁页豪投资网址 blog.bandln.com 里面 左手边的,跌下一点点 这个是运筹为握了一篇 这篇是Wallin豪情 刚才我提到的Wallin豪情 按进去,你会看到 小米长线或需提早换码 我里面说得很清楚 你长线和中线 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大家自己看 本来长线通常都是月底 决定换码 但是由于这样的利淡形势 我会多看一两天 或者三两天 那些大户买家在低位 反击能力才决定提早换码 中线就不用怕 中线应该是没有持有的 因为这里解释了 好,现在我会在尾里 有点点补充 看看小米 今早就一低开了11% 然后就冲了上去 然后就反复回落 半日收市 依然跌了10.873% 这个就是小米 详细不说在这里 先说33个行业内 如果以这些行业内 股票的平均变动率来排列 表现最好的是 银行业 保险业 零售业 地产业 和 紫及林业产品 其中 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升幅 也有0.87% 和0.75% 如果我们用资金准主动买入去排列 资金准主动买入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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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是 远景服务业 有36亿 银行业 14亿多 然后就是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 汽材业 保险业 和其他金融业 我就知道 今早早 那些大户买家 资金投放在哪些行业 很容易看到 这个表格按两下 然后 现货主板市场里面 半日收市的时候 非散户主动买入去排列 54比46 不及格 当然 两个个道理 因为主要都不升 你只看恒生指数 是半日收市 升了0.12 微升0.12 但是其他四个指数 全部都是暴跌的 跌幅是介乎 0.1% 就是国企股 至1.64% 就是科技指数 就是国企指数 科技指数 所以 不可以说 不配合升势 因为今早没有升势 只是说跌势 没有一个很大的沽压 因为如果很大的沽压 应该是到达45比55 现在是54比46 代表沽压不算很大 金超 而且 还在陆德资金正主动 买入66亿 暂时 20个被动买卷券 代表他们接货 或者是派货 或者是托价 或者是压价 另一个说法就是 看到投资 全部都是中资 你预了 凤倾有什么坏消息 对我们中国企业 会托出来抵抖 这些企業 只要托什么呢 亦都是给予了 这些企業 主要的买卖大部分 是小米 而托小米最厉害 就是中国投资讯息 和富途证券 压得很厉害 当然 另外两个外资 Credit Suisse 和Morgan Stanley 非常留意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亦在压调 不知道是否真的压价 否则按下给其他盟友去接货 有点怪,他不是帮忙托价 只是帮忙托腾讯 恒指期货小时图 恒指期货小时图 基本上都是在维持延续的升势 但去到28675,就很明显有沽压 我还未认真,大家认识过不过之前的新区中间位 如果过的话,不如认识一下 这个收市位是28620 这个阴烛的开市位是28620 没有,是一样的 类似什么呢? 看一看这个阳烛的新区中间位 开市位是28420 加收市位是28620 除以2 等于28521 半日收市是28519 这个阳烛的新区中间位 这个是类似 烏雲丐顶尼淡转向原态 类似原因是没有高过 大家小心点 下周 我预期跌幅 初步看不会太大 虽然 RSI STC 转淡了 再低一点 回市保利加通道中途 也有机会 正式跌穿中途的机会 暂时不大 如果我们看国子期货 国子期货小时图 情况一样 这个就明显点了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烏雲丐顶了 看清楚先 收市是11338 113不是1339 高货开出的 这个是 互人丐顶了 亦都是跟 龙子期货的指标方面差得多 但是MACD就是 淡 更加比蓝筹股淡 国记股更加比蓝筹股淡 因为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它有三个利淡 恒生指数暂时 只有两个 然后到科技指数 科技指数 表现当然 不太理想 有个 一只 被人质得那么厉害 但是其他的也不是很差 科技股除了小米之外 又弹回上来的 这支阴烛 弹回超过一半 阴烛 但是指标就差了 好了 讲完的指数 我们来看 今天要分析的股票 吉利汽车175 这张是小时图 在昨天开始 它就 横行 偏远 然后今天 跌势是明显的 主要 技术分析指标是全面利淡 而要留意的就是 SAR 出了个極点低位 是 30.75 刚才的收市位是 30.8 还站在37.5 希望一人间 两点钟 三点钟 不要低于30.75 时段收市位 那就会 回到市场保力加通道 终足阻力的机会 都存在 否则 这一个位 31.6 和这一个位 30.6 正式跌穿之后 会很大机会成为即使阻力 大家要小心点 我们在讲这个 吉利汽车 短炒的人 吉利汽车 收市到30.8 就跌了6% 跌了6% 全日走势就一样 那就是 历史波幅是78厘很高的 资金正主动 卖出4亿多 而资金流向的percentage 18.9% 证明 沽压 主动沽盘 今早上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看他的资金流向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是38.6 亦都证明 沽压非常大 陆德资金正主动卖出 4亿多 过去五个交易平均是2.9亿 是正买入的 这就是38.6 而 比过去五个交易平均的 53.47 是差很多 收收30.8 即使阻力已经由31.5 跌到来 31元 成交分析方面 31.5成交最多 31元 即使阻力压了 如果我们计 标准 自动对盘 交易 500万以上 500万至不够1000万 现在我们就叫做 极大户 不是说错了 我经常说错了 是特大户 没有极的东西 因为极就太怕了 是特大户 特大户的 主动买股比率是32.68 即是 这是特大户加上 超级大户 不漂亮的 正如是质货 如果只计超级大户又怎样呢 只计超级大户就要1000万起标 刚才是48宗 现在只有5宗 17比83 亦都是 4.7 一个数 亦都是不漂亮的 吉利汽车 今天就 没什么好看头了 托价的最主要是花旗环球 主要是31.492 去托价 平均 压价和对盖 中国投资信息 是31.199 好 刚才我说过 这个 175 吉利汽车 收市是30.75 即是什么 即是 中国投资信息守不住 被人压了 平均托价是这个价 这个价 将会是他的打和位 打和点 引压了 即是账面 亏损 当然他们的大户托价 不只是看 今早做的 看整盘数 都值得参考 美指期货 是3777 7.62 跌了0.84 恒指 非常偏高 博指亦都是 波指更加偏高 虹丑都显著偏高 综合指数 都是显著偏高 即是说 今天并不是很差 比美股表现好很多 加上 日经 上海 深圳都是偏高 幅度 上海最大 0.85 2% 如果我们看 EAS 即是半日收市前的5分钟 即是11.55分 我记得 当时恒生指数 11 1317 又是轻微下跌 纵合指数 是8768 亦都轻微下跌 下跌得来 工业股 工业股 10只 表现最好的 今早 是保利协 英能源 第2号 是 维柴动力 今早预认了 第3号 福来特 玻璃 表现略差 也不算太差 1个 东风 集团股 好了 说完这个 我们看看 刚才那只 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 现在跌到怎样呢 这个图表先 开个图表给大家看 在哪个图表 原来我关掉了 不要紧要再开 再开个吉利汽车 原来我刚才是按了交叉 不是按了 吉利汽车175 175吉利汽车的日线 日线图RSI 145吉利汽车 日线图这样跌来 跌多少呢 有两个计法 现在看跌多少 不要看升多少 升多少不用算 第一个位置就是 34.5 第二个位 35.5 它站稳35.5 我才和你计 升上去的话 短线就差了 那怎么计呢 开个图表 我们开一个 叫做Ratio 的 Excel 四算表 放上来 这是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 0175 吉利汽车 第一个计法 很简单 三十 跌下来 是 35.5 35.5 跌到第一下 就是 306 OK 35.5 306 接着 最后反弹上来 是345 曾经反弹过 345 好 第一个量度跌幅目标 就是31.472 到了 当然不是第一个 刚才说了 第一个是29.6 29.6 未到 OK 我应该看两个 先看一倍 就是29.6 第二个是26.572 这是第一个计法 第二个计法 简单 简单点 我们由哪里看呢 先找一个很明显的升浪起点 这个之前打横行 不算跌到多 我不会选这个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 因为之前 有一段时间的跌幅 加上累積跌幅 也有一定的 价位 所以起点 应该是20.2 没错 你清楚 20.2 我们就有20.2 升上去35.5 梁度跌幅目标 怎么计算呢 梁度跌幅目标 怎么计算呢 就是这三个 梁度跌幅目标 第1 0.5382 29.65 第2 27.85 第3 26.04 26.04 我们有 5个 给了5个 梁度跌幅目标 亦给了2个 梁度跌幅目标 这是短线的 看看指标 现在就出了个极点低位 刚刚今天 暂时31.7 要留意 SAR 不再重复那些 减低位 怎么看 真是再不懂 看我之前 说了很多次 刚才也说了一次 又或者看我的电子书 指标 一个好 两个好三个盘 短线 中线 12345 依然全面利好 暂时 当一个短期调整 今天千万不要 如果 周氏卫 低于阳烛的中间位 否则 会是 V云丐顶 利泡转的形态 越线 越线 连续三个月 在保力加通道顶部之上报收 12345 是不是 还是全面利好的 但是当然 我们要看看这个关键位 长线 我们要看这个高位 28.91 这个是关键位 看完这个 最后我们就看这个 中线正确排行榜 中线正确排行榜 大家看 应一个 这样 Diamond Diamond Patrons 的要求 下个星期一 我加插 会分析 刚才分析了 吉利汽车 现在就分析了 3800 保利协银 林源 今早 半日 跌了4.93% 正确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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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这里 我们看 中线 中线 中线来说 15只股票 最值得持有 现在这一刻 是 这15只 二货比总 在这里 我不会续续读 顺便说 小米 小米在这两天 昨天收市后 你看我的WhatsApp 或者看我的表 都知道 所有Patreon都看到了 小米没有进入红区 和橙区 在绿区 所以是 不值得中线持有的股票 现在 不见了盈 当然不见了盈 跌了16% 现在 头40% 都没去分 我们看看 长线是否会分 我曾经在Wally 也说过 长线 长线持有的19只股票 就是这19只 合适持货量 就是这里 小米在哪里 有 有 小米在长线 排到第27位 还在橙色区 就是说 理论上 小米 不需要这么急 换马 如果 今月底 还在橙色区 或者红色区 是不需要这么急 但是 由于它是一个利淡的因素 我会考虑提早 换马 但这个 不会是今天 明天的事 不会是今天 下个星期的事 我们先看一两天 两三天的表现 小米 中线排第多少 有过39 为什么我刚才看不到 39 这是中线 中线排第39 我看看 小米 我排第92 中线排第92 跌到92 长线仍持有的 只是可以持有的 应该说 不要那么容易被它震出来 沽货 都要等它 很多位置 看好这只沽 那就是 这个就是小米的情况 其实有一样东西 我从来没教过大家 我就会 等疫情好 好之后 我就会 全面教这个 表的用法 正线排放的用法 其实有一招 我从来没教过大家 就是 当日的股票 例如 就算它跌到绿色区 我也有一个可能性 暂时不沽 这里当然 卖个关子 大部分都沽 你这么说 OK 今天的分析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会讲一些 外围市况 明天是星期六 我打算是讲 上海股市 和 深圳股市 星期日 当然继续上 投资现金界会浴 到时见